成吉思汗 意志征服世界 第四十二集 名副其实成吉思汗 一二零五年的冬天格外温暖 所以当一二零六年春天到来之际 居然没有人发觉 恶嫩河源头的铁木针 在草长鹰飞的天空下躊躇满志 这个春天因为即将发生的一件事 而变得意义重大 这件事就是铁木针再次称成吉思汗 创建蒙古国 光阴流逝到一二零六年春 铁木针已经成了辽阔土地上 无可争辩的主人 他所向无敌的骑兵 控制了从南部戈壁 到北极冻土地带 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 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森林中跑的 只要他想要这些生物的尸体 就会摆在他的面前 然而这一切并非是他想要的 或者说他并不仅仅想用骑兵统治这一切 他要给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 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召开忽礼台大会 他说干就干 下令给各个部落的领导人 让他们在一二零六年春天 到肯特山的恶嫩河源头 参加忽礼台大会 会议的主题是 选举他为蒙古高原的大汗 没有人敢不来 所以恶嫩河源头 在那一年春天 成了草原世界有史以来聚集人数最多的地方 数列帐篷 以铁木针的营帐为原先环绕出去 半径达到十几公里 为了供应大会的饮食 附近放牧的牲畜多达几万桶 这场大会持续数天 除了其中一天 有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里外 其他的时间里都有运动比赛 及吹拉弹唱等娱乐项目 白天由萨满乌师和他的助手们 表演宗教歌曲 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演奏民族乐曲 在白天 凡是年轻的男人 都要举行摔跤赛马 以及射箭比赛 这些就是流传到今天的纳达木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运动会 隆重而庄严的称寒大典里 举行的是有板有眼 铁木真站在一块黑毡毯上 萨满乌师 阔阔出站在高处训诫他说 现在授予你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 如果你能充分公正的管理民众 长生天将保佑你的蓝图得以成功 如果你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 铁木真表示同意 阔阔出又说 长生天让我授予你成吉斯称号 你称寒是长生天的旨意 你不得拒绝他人不得挑战 从此以后你将代表长生天在人间统治万民 众人开始欢呼 铁木真的部下将他高举到过头的沾毯之上 并将他送到大汗的宝座 然后他们在铁木真面前九次下跪磕头 同时发誓信守他们对大汗许下的承诺 最后阔阔出和他的助手敲着鼓 送阳长生天 并将麻奶洒入空中和地上 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 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 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忽累忽累忽累 来结束祈祷 并把祈祷送向天空 典礼仪式结束 成吉斯汗正式降临人间 铁木真首次称寒 只是蒙古不起言式的统帅 而这次称寒则是成为蒙古部 乃至蒙古草原的大汗 或者直白而言 上次称寒是诸侯 这次称寒则是天子 现在我们正式称铁木真为成吉斯汗 成吉斯汗随后颁布他的旨意说 我建立的这个国家将称为大蒙古国 所有的贵族都没有世袭的权利 所有的官职都属于国家 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 称寒典礼结束后 铁木真宣布他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长生天 他不仅自己对长生天深信不疑 而且要所有的草原人都对长生天深信不疑 他的国家组织简单的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宫廷 由四大沃尔朵组成 沃尔朵也就是后非居住的群杖 第一沃尔朵的一把手是博尔天 第二沃尔朵的一把手是忽兰 第三沃尔朵的一把手是野随 第四沃尔朵的一把手是野素干 第二部分则是政府由五个部门组成 第一部门是顾问团 蒙利克是老大 这个部门相当于是古代政府中的宰相 第二部门是监察部相当于古代政府中的阎官 成吉思汗对这个部门的官员说 从今之后你们就要把看见的和听见的都毫不隐瞒的告诉我 要把觉悟到的和想到的告诉我 你们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第三部门是司法部 部长是糊涂虎 此人就是当初成吉思汗在塔塔尔战败后 看到的那个精巧摇篮里的小孩 他被赫额伦收为义子 成为了成吉思汗的异地 成吉思汗对他说 如今百姓出定 你替我做耳目 你的言语任何人不许违背 如有盗贼诈尾等事 你自行斟酌成见 该杀的杀该罚的罚 你判决的每一件案子都要记录在策 由此可知 糊涂虎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可以对百姓生杀欲夺 他自己立法 自己执法 他所断过的事就类似于今日最高法院的判例 第四部门是秘书处 秘书长叫做塔塔统厄 这塔塔统厄颇具传奇色彩 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的一年前 他还是南乃蛮太阳寒的得力助手 由于他聪慧 善言论 又懂魏吾尔文字 所以受到了太阳寒的重用 象征着太阳寒权力的大印 就是由他负责保管的 太阳寒死后 塔塔统厄怀揣大印向北方奔逃 不幸被蒙古人活捉 送到了成吉思汗面前 成吉思汗问他 说着乃蛮人的疆土和人民 都已归我所有 你居然还抱着个徒有虚名的破印逃走 你什么意思 塔塔统厄政策道 这是我的职责 我准备寻访雇主驱出率 交还给他 没有其他的意思 成吉思汗立即给他的战友们上课 说瞧瞧这就叫忠诚 然后对塔塔统厄说 你跟着我吧 我会让你裁尽其用 塔塔统厄思考了一会儿 点头说道 可以 成吉思汗把玩着那枚印 疑惑的问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塔塔统厄心里叹道 哎呀 真是个土鳖呀 蒙古人的文化水准果然低 连印都不知道 于是他有点骄傲的回答 出纳钱粮任命人员事事都得用印 作为信念 成吉思汗恍然道 哎哎 这东西好啊 我的蒙古政府也有此必要 不多时候 成吉思汗让人刻了他自己的印信 交给塔塔统厄 由他来管理 直到此时 蒙古才开始使用印章 塔塔统厄的秘书长公务之内 还有一项就是制造蒙古文字 塔塔统厄是个语言天才 他不仅懂魏吾尔语 还懂汉语 他本来想以汉语为基础 创造蒙古文字 可是成吉思汗看了汉语方方正正的样子 说这东西很难写 还是以魏吾尔字为基础吧 自此 蒙古人有了自己的文字 但是真正对文字感兴趣的人没几个 包括成吉思汗的儿孙们都对文字敬而远之 成吉思汗政府的第五个部门就是窃靴 也就是禁卫军 他是成吉思汗蒙古国中最重要的一个政府部门 成吉思汗在从前确定的军队实禁制基础上 重新编排他的军队 共为95个千户 5个万户 又从这些千户和万户中挑选出一万人 作为他的禁卫军 也就是窃靴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窃靴军 他们必须是千户长万户长的儿子和他们的忠诚伙伴 窃靴军必须要永远守卫在成吉思汗身边 日夜不离 窃靴军有四大窃靴长 他们就是名震侠尔的成吉思汗四节 博尔竹 博尔乎 穆华黎 赤老温 窃靴不仅仅是成吉思汗的禁卫军 还是成吉思汗的内庭 他们随时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 进入顾问团 秘书处 监察部和司法部 并且成为这个部门的一把手 成吉思汗曾说 窃靴犯了罪 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才可审讯 否则就是犯罪 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 歧义的政府部门军队 那么大蒙古的军队有多少呢 由于千户和万户的士兵数量 并非名副其实 所以成吉思汗时代 蒙古国的全部兵力在13万人左右 整个成吉思汗时代 这个数字没有过太大的变更 成吉思汗同时还创建了让人吃惊的快递成议系统 为的是情报的快速传达 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及时接获命令 在整个蒙古高原上 成吉思汗大约每30公里就设置一个驿站 每个驿站有专人管理 设有优秀的快马 一旦有事 这些驿站就发挥出了巨大的效力 一马以四提离地的速度狂奔 把最新的情报 以最快的速度送达目的地 几年后 伟大的帝王师耶律楚才 评价大蒙古国军队时这样说 说我朝铁体所致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何以会有这样豪迈傲慢的定论 或者说蒙古国军队为何所向无敌 从成吉思汗的军事创建中 我们可窥见一二 第一 蒙古军队都是骑兵 具备快速机动力 第二 无论是千户还是万户中的士兵都不领军饷 也就是说没有军费 第三 军队的军费是从战利品中支出 这就始终鼓动着军队的进取精神 第四 骑兵使用的是最上乘的马力 士兵只带少量的军粮没有资重 第五 一战路线与情报机关的最大限度运用 为战略决策提供了迅捷的信息依据 第六 蒙古士兵无与伦比的战斗精神 和集体行动的团体精神 当然 蒙古军百战百胜的原因 那不是这么几条就能概括的 针对各种战场情况制定出最佳战略 才是蒙古军所向无敌的根本原因 以上的论述还不足以证明大蒙古国是一个国家 至少不是个超级的军国 一个国家尤其是军国的基本基石是有法律 蒙古斯汗制定的法律表面看上去是粗糙的 但却是简单实用的 后人称成吉思汗口头制定或约定的法律为大扎萨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成吉思汗第四十三集 大扎萨 敬请收听 比智慧更强大的是意志 有声书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作者杜音山 制作与子如一 主播张胡子 本书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